被情愈工人發現的無名男師 就在這處深約一百七十公分 寬約一百公分的下水道下方 死因到底是他殺還是意外 讓警方傷透腦筋 男子身穿厚外套長褲 冬裝打扮 腳上還穿登山鞋 加上屍體已經呈現蠟化風乾現象 死者恐怕已經死亡数個月到半年時間 但由於發現屍體的水溝 水很淺幾乎見底 屍體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由於車行前的水溝孔有蓋 但五十公尺遠的另一處沒蓋 有沒有可能是前一段時間水量較多時 被人拋尸在第一現場後 溝水沖刷屍體卡在這裡 但近日並無下大雨沖刷 當地居民對於死者 如何誠實在下水道的說法 議論紛紛 它的流向是由市區往南 就是往郊區方向流 那該下水道是屬於一般住家的下水道 由於無名男師呈現乾吊 和色模樣 難以從外觀上辨識是否有外傷 身上也找不到證件 因此死者身份沉迷之外 連死因也要等檢察官相驗 進行解剖才能釐清 記者賴關張東雲傑台南報導